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魅力饗宴 散發魅力讓你更美麗 生活裡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其實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 才能夠讓我們吃到好油 這件事情卻是非常重要 可是很多時候 我們其實不知道 怎麼樣去判別 像在琳瑯滿目的超市裡頭 這麼多的油品 怎麼樣去選擇 才能夠選擇到一瓶好的油呢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 Flo Soley大中華區代表 同時也是專業的品油師 Monica來跟我們大家分享 怎麼樣才能夠選擇到好的油 歡迎Monica 哈囉 美金好 觀眾大家好 Monica是不是一看她就覺得說 她對於那個生活品味 感覺好像很能夠去感受到不同的油 即便在這麼多裡面 她要怎麼樣去挑選 那來自於說她之前在國外住了好多年 然後也去了解就是這個國外的油品 怎麼樣去做一個選擇 比台灣更多重的選擇的時候 那她去拿了一個品油師之後呢 其實她對油又更有深層的了解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請問Monica 要怎麼樣才能夠讓我們去挑選到好的油 然後不去就是吃到壞的油 如何挑選到你 現在講的是特級出到橄欖油吧 對吧 對對對對 因為就是品油啊 為什麼油可以品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談起好了 為什麼油可以品喔 對 回到有講過一個東西就是說 它是橄欖果實炸出來的一個汁液 它剛好是油狀的汁 那麼在西班牙裡面呢 大部分人的認知他們稱之為橄欖果汁 對 所以橄欖油呢 它是一個一般商業的名稱 但是在很俗名呢 他們就叫它橄欖果汁 對 那既然它是果汁 它又是有一種水果定義下面 就是它認定它是水果呢 為什麼可以品 就是要去品說第一它的風味 對 就好像我們大家所知道台灣是水果王國嘛 蘋果就可以有十種好了 對 就是好幾種 每一種蘋果味道不一樣 概念是一樣的 對 就是說橄欖的品種也很多 所以呢 這是一個品的過程 品要先確認好壞 然後是確認它的品種風味 適不適合對應它們的各種不同的料理 所以是另外一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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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我看到人家真的就是很多人 譬如說他可能吃肉類的時候 它會有肉類專用的橄欖油 然後譬如說他今天可能吃蔬菜的時候 它有不同蔬菜的橄欖油 所以其實不同的橄欖油 它會搭配不同的就是食材去做挑選 這個也是在品油師照做的工作之內嗎 去找到這樣子 它可以是 基本上我會覺得喔 品油師它不是 怎麼講 在台灣它可能很難形成一個 特定的專業工作項目 對 對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生產過 但是它可以是譬如說它是廚師或是營養師 或是像你這種也有一些做香氛的人去學 因為他們要運用非常多的油 他們就會去學這樣子的知識 然後去在他們原本的專業基礎上就是更上一層 就知道說透過什麼樣子的去這樣子做好壞的判別啊 去做挑選做適合他們的最終產品 對 或者是最終的建議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可能要提一下 就是說其實橄欖油在品格是初榨橄欖油 對 所以它不是橄欖油 其實橄欖油在世界的 在國際橄欖理事會裡面的分級裡面 它是有經過一些處理的手段 將天然 將一些比較刺激的油 調整成就是可食用的油 等於是他們會做除臭除味的動作 所以其實橄欖油這三個字呢 本身在我們就是學過的 內建的裡頭 對 裡頭它不是純天然的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要導正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們一般就是吃的 所謂比較好的橄欖油 它其實不是只是一個橄欖油 它有一個名稱叫做特級初榨橄欖油 它才是真的是完全是屬於天然的 那如果說我們平常只是 只是蓋瓜一個橄欖油 其實它有可能代表的是 它有在經過處理的 不是單單它就是一個 就是特級初榨這麼圓脆的東西 所以品油是最主要就是 把這一些不同品種的 特級初榨橄欖油去做分類 然後去做一個評比 去瞭解說是不是一個好的油嗎 應該是說品油師能夠在吃的時候 知道說這是不是特級初榨橄欖油 或者它是初榨 或者是它已經有瑕疵的初榨 對 就有瑕疵 即便它很天然 天然的東西並不代表它沒有壞掉 對 就是它天然的情況下 它是不是已經壞掉了 對 那它壞掉了之後 它就會變成就是所謂的有瑕疵品 那麼這種有瑕疵的天然的油呢 就會變成剛剛我們說的 要做化學處理的初級的油 那像是一般那種壞掉的油啊 或是比較不好的油 它有沒有一些什麼 特殊的味道的指標 就是譬如說你聞到這個味道 你可能就知道說 這個就是油已經有出問題了 就不要再吃了 其實我們在學 在所謂的這個系統性裡面的 學習過程裡面 跟一直不停的練習裡面呢 有就是有幾個味道 我馬上可以告訴你就是所謂的 一般我們所謂講油耗味好了 對 油耗味 舉個例就好像我們放一把堅果 然後呢 你開封了 大概你三個禮拜 都還讓它開封氧化 然後三個禮拜不吃它 一個月不吃它 你再去聞那個味道 對 那就是所謂的油耗味 一模一樣 因為堅果也是有油脂的 對 所以其實所有的油脂 過度氧化之後的味道 其實是差不多 所以這是一種油耗味 那第二個呢 可能會有一種發霉的味道 發霉到底是什麼味道 這好難想像 也不是酸 也不是什麼 我有時候會把它自己 自己會去想說 它有點像是一種 焦水的 焦水 就焦水 你聞那種焦水的味道 有一種 然後偶爾還散發一種 很甜甜的 甜甜的 的味道這樣 就是我自己會評估 我定義是這個味道 所以其實發霉的味道 有可能聞起來 是有一點甜味的 對 不是想像中那種什麼酸啊什麼的 酸有酸味 對 酸有一種 有一種特定的 對 的酸味 就很像 在我們的分類裡面 這種瑕疵就叫做醋酸味 對 所以其實醋酸就有點像醋 對 就是說醋化的一種味道 對 你聞得出來有一種酸味 那麼剛剛我們講的美味 是我自己給這個美味 因為我要記得它嘛 對 所以就好像品酒一樣 對 就是我要記得它 就是我自己給它下的一個定義 因為有的人可能會說 像貓鳥的味道 也有的人是說像貓鳥 或者是像 貓鳥 油漆 對 就是 對 就是有這種 你自己對於那個味道的形容 對 記憶點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你剛剛有講的第一個是油好味 一個就是發霉的味道 可是那個霉味就是 每個人可能 有些人覺得像貓鳥味 然後有些人 像你可能會覺得它就是有一種 有一種 雖然說有一點甜味 可是它有一種焦水的味道的感覺 然後再來第三種就是 剛剛講的有酸味 就是有酸味 其實基本上這幾個味道 還有其他的嗎 就是如果 其實還有很多很細分化 對 譬如說 泥巴味 泥巴味也不是好的油 對 就是壞掉 對 或者是 橄欖的爛 有一種橄欖爛掉的 爛泥味 就是我們稱之為爛泥味 還有各式各樣的 還有什麼負霜 負霜就是好像 冰凍過的感覺的味道 所以就是說它 就聞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正向氣息味道的感覺 大部分就是它 它比較偏是已經有壞掉或是腐敗 對 那這個時候就是一個從嗅覺 其實是可以先判斷的 所以你聞到它就覺得外掉怪怪 你就不要再把它吃下去了 不要就是做人的試驗說 吃完之後拉肚子才發現說 這油是有問題的 好啊 那如果像一般我們開始在做就是 譬如說要平一個橄欖油 要怎麼去平 今天你帶來好多很好的杯子 剛剛講的都是不好的味道 現在我們來試試看 好的味道是什麼 對 我們有多少時間可以試幾個 你要試兩個 兩個 兩個到兩個 那我覺得既然是兩個的話 我們就讓它調性差比較多 好 我們先一個是 比較清爽一點的味道 所以這個橄欖油的品種 大概總共有多少種 來 橄欖油一般品種的話 品油一次都要倒這麼大一杯嗎 這麼好吃 也沒有啦 但就是說因為要讓你很快的聞到 很快的聞到 其實你已經聞到了 有耶 就很 好香 青草 我聞到青草還有那個番茄 就是那種綠色的番茄味 我解釋一下 這個是義大利西西里島的一個 某一個品種 叫通代貝 所以西西里島它比較熟 有點像台灣就是熱帶區的這種 稍微熱一點的地方 那它也是比較早可以採收的地方 對 還有它們的植皮是 它們非常多的什麼水果啊 對 花啊 草啊 在西西里是非常非常盛開 所以其實它們的油的那個味道 會因為這樣的風土啊 跟還有這樣的植皮 而有點不同 它就 你就吃起來會覺得它很清新 跟待會你要吃的就會有點不同 所以其實啊 就是莫妮卡一直講的 其實強調一件事情就是說 橄欖其實它本身也是一個水果 那它一樣就是它有不同的天地人 就是不同的產區 它不同的莊園 相對著它產出來的橄欖油 其實就會有不同的香氣 就很像我們譬如說 吃到那個什麼北海道的哈密瓜 跟我們吃到台灣的哈密瓜 其實雖然都是哈密瓜 可是它就是會有不同的味道 它的產區的人文的風味 風土味 它其實就會呈現在這個油品裡頭 那今天品嘗的是西西里島的 西西里島的橄欖油 所以這個品種就是說 你剛剛提到的品種 像義大利 對 就整個義大利 大概有五百六百種的品種 光光是只有義大利 義大利就五六百種 那這樣要怎麼樣去選擇到 就是由 所以其實 百花齊放 百花齊放 就是說我們在選擇 其實只要掌握住原則 其實這五六百種 我們還是可以把它分辨得出來 它還可以規築有一個大數據法則 就是說什麼樣子的類型的油 它就會有什麼類型的風味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品怎麼來 首先這個杯子是 基本上是國際橄欖油裡是會指定的 就是它長得有點像 有點玉金香杯的感覺 對 就是它比較瘦 寬度 對 什麼寬度 什麼橫寬 長寬高的 基本上都是橄欖油 比例上都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一個 首先我們有三個步驟 對 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要聞 去聞它 但現在等一下會有手勢 不一樣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先去聞它 但我們在聞它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我們先放在一個手掌上 先把這個杯底放在手上 然後另外一手蓋上去 蓋上去 對 一般是有蓋子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其實抓好 比較方便 比較不會跑出來 然後下面要搓熱它 對 為什麼 因為搓熱它其實 就是幫它稍微的加溫 用你手掌上的溫度呢 其實並不會破壞 裡面的油脂的任何營養價值 但是反而會讓這個溫度 微微的這個溫度 26、7度呢 會讓這個油的味道更散發更強烈 對 好 我們大概就轉個大概10、20下 所以你大概知道說 這個油的 就像它加熱之後 它的那個芳香分子 它就會更明顯的可以 就是散發出來 我們更可以抓到它的味道 對 那像這種 品這種就是比較好的橄欖油 它有沒有分 很像就是香水一樣 有什麼淺調、中調、厚調 倒是沒有這麼誇張 就沒有還沒有品到 只是說可以聞到就是比較 就是你一聞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什麼不同的層次的風味 好 可以了 20下 來 我們先 然後再來 聲吸口氣 直接這樣 你可以先 你可以說你第一次 你可以說你的感覺 我跟你說這個就是我的專長了 我覺得真的聞到的第一個味道 真的就是那個綠色的番茄 就是那個綠色的那種番茄味 然後你會覺得很像那個番茄離你很近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像在 還有一個青草味 對 很像在那個草皮上 然後拿著一顆番茄 然後看著天空 覺得好像把這個吃下去的感覺 對 就是那種感受 為什麼這個會有番茄味這麼神奇 它不是橄欖嗎 為什麼會有番茄的味道 應該是說 因為橄欖就是某一種果實嘛 對 某一種如果說某一種水果 那番茄只是我們 我們腦袋裡面 離我們 離就是我們辨識這個味道 你可以跟它湊在一起 可能 對 假設你住在非洲 你可能不會講它是番茄味 我可能會說它是另外一個什麼味道這樣 對 好 那這個現在再來第二個步驟要怎麼做 好 第二個步驟我們就是要品嘗 我們就要開始品嘗了 對 然後待會把它放在口中 那這裡面有一個目的 對 就是其實它第二個要測的 就是它關於苦味 苦味 那苦味呢 其實我們的舌頭 對 我們的舌頭其實對於味覺的理解 品嘗呢 其實苦味是在舌頭的根部 舌根 對 舌根 所以你待會把油放進去 你不要著急吞下去 對 就是讓它在你的口腔裡面 就是稍微的轉一轉 對 然後經過你的舌根 你可以感覺像 它的苦味是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我現在可以直接把它 對 然後不要急著吞下去喔 含著 對 第三個動作是錯吸 我會教你 我 因為 其實我們的味蕾的分布啊 舌根的地方 最主要是苦味的地方 所以我們常常有時候 沒有感冒什麼吃藥有沒有 你會發現藥的苦味 你會在舌根的地方會最明顯 其他的地方其實吃不太到 我剛剛其實已經有含了一下 那個苦 就是橄欖油 我覺得它跟我一般 我們在吃的時候想像不一樣 它的確有一種刺刺辣辣的感覺 會在那個厚舌根的地方 不是覺得說吃起來是 像我們一般覺得說它只是一個油 然後很滑順的那種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 在口腔裡面我不覺得它是油耶 我覺得它很像是變成水狀的感受耶 那是因為有口水嘛 可是不會有那種油膩感 因為我覺得有些油吃起來很厚 對 它不是油膩感 你吃完之後其實口腔裡面沒有油 對 沒有油的感覺 對 完全沒有 因為它就是油狀果汁嘛 對 所以它 你就算有油 你大概是出現在你的嘴唇邊 對 可是在你的口腔裡面是沒有的 對 那為什麼會這個吃下去是刺刺辣辣的這種 那是第三步 因為我們剛剛都已經先吞下去了 其實第三步是不能吞的 那個 刺刺辣辣那個就是 剛剛你有說到就是它是代表的多酚 對 其實 意大利 特別是意大利人 就是它們就是很著迷於這種就是 就是嗆辣感 對 然後他們還會說 如果有一個朋友送你一瓶橄欖油 對 就是你如果嗆了一次 對 代表這油還不錯 所以跟我們想要公布一樣 你好像起來 然後嗆兩次它對你很好 嗆三次 它很愛你 就是它把你當家人一樣 就是覺得那個苦感辣感越高 它代表的 成 油的品質是越好的 對 它們有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其實重點它是在於橄欖多分 這就是一般我們在評判一個 好油的時候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你喝瓶下去之後 你會覺得在後舌根有刺刺辣辣的感覺 那個其實越嗆它表示它的油的品質是越好的 那我們來第三步驟 就是真正的感覺 對 嗆辣 那種帶你的後腔 這感覺 來我教你 你又顯示你很愛我 對 第三步驟就是 放到嘴巴裡面之後 有一個挫斜的動作 讓空氣跟這個油混合 我真的要有酥的感覺 這種嗆辣感 這個淹不出來 它真的會有那種油的嗆辣感 就是會在這邊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刺 然後就會覺得 真的就很像那個辣椒那種辣味的感受 會在喉嚨的這個地方 會覺得熱熱的 對 它不是在你的舌頭有感知 是在唯一就是在這裡 就在這邊食道這邊喉嚨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就是透過這樣子一個品油的過程 然後你就會了解說我們品油的三步驟 那重點是你在吃那個油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有那種刺刺辣辣的那種感覺 這個其實是一個好的橄欖油 其實可以做最簡單的一個區分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很謝謝莫妮卡來教我們怎麼樣呢 就是做一個品油的動作 謝謝美妮 謝謝美妮 今天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拜拜 視nosis 熊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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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頻